大家看一下 第一題 三個山脈的先後次序 哪一個最早 哪一個 阿爾卑斯山 然後再來是喜馬拉雅山 大概6000跟4000萬年 還不錯 我們班沒有選到那個 台灣比較老那個去 表示至少都有這個基本觀念 全班大概有25位同學答對這一題 答對一題 就是得到5分 我只有把配分配上去了 那你答對一題就是5分 那 那答錯就沒有分數 這一份是我們最後一次個人作業 學期末會讓各位做一些報告 那我們就一組做一份就好了 不過你們課堂上還是有一些活動要做 那會當作個人的減分之用 團隊一起做出來的報告 就是各位的分數 那當然答錯的就沒有得到分數 我也先記一下 那其他等一下我就回頭再去 把這個分數做好了 因為這樣時間不夠 每一題都這樣子處理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